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高度发展 可是也同时让传统的精神文化迅速凋零 当科技发达 人心却堕落了 人并没有活得比较快乐幸福 快乐幸福的源泉 必须惦记于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 而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被誉为中国式管理大师的曾世强教授提醒我们 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 绝不能忘失传统价值 怀抱着弘扬中华文化的强烈使命感 曾教授经常在演讲中 透过其精准独到的慧眼 入情意理的剖析 让我们擦亮眼睛 重新见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历久弥新 拥有英国莱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曾教授 学冠中西 在数十年丰富的授课经验中 尤其擅长古学金用 能帮助我们从历史典籍中 发现古人智慧 活用传统精华 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的诸多问题 让我们找回遗失在心中的幸福喜悦 老子不但对我们中华民族 有很深刻的影响 而且在全世界都普受关注 特别是学科学的人 他们都觉悟到 如果学科学的人 能够明白道德经的话 今天的科技就不会这么恶劣 科技没有罪 科技绝对没有罪 是人把它用错了 我想这一点呢 我们必须要首先在这里提出来 那至于原因是怎么样 我想今天听完以后 大家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老子给我们的第一个启发 就是抬头三尺有神明 这个神明呢 跟我们一般所体会到的神鬼 不太一样 神明是道德的代言人 真正了解什么叫神明 他是道德一种无形的 好像随时跟随我们的 我们一般民间把它叫做首富神 其实首富神呢 就是你的神明 你这辈子 你的品性到达什么程度 你就会发现 你的首富神又换了一批人 这个跟我们现在 社会上是一样的 你财富又多 保镖就要升格 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保镖只是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保护你的财产 神明不是 神明完全在记录你的品性 他绝对公正的 好就是一个白点 不好就是一个黑点 没有任何的人情关系在里面 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从一句话去体会 道可道 非常道 这短短六个字 你可以解释很多很多 为什么 因为你一标点符号下去 他整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以前没有标点符号 有他可爱的地方 就是给你更大的弹性思维空间 你看你可以这样点 道可 道非 缠道 把它分成三段 道可 道非 缠道 意思是什么 有人说这样可以 马上有人说这样不行 这才叫做平常的现象 你看你今天到处都可以看到 为什么中国人 先说一定死 我现在用一定了 不是用先死而已 你看最近 随一开口马上就死了 对不对 因为他道理是相对的 你说这样 他就说那样 你说那样 他就说这样 这个闽南话 讲一句话 你一辈子不会忘记 你那说当 我就说灾 你说灾 我就说当 所以你这样 中国人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他思维非常活泼 道可 道非 常道 就是 一阴一阳 只会道 你可以在这里点 道可道 非常道 凡是可以说得出来的 都不是常道 都是非常道 你就知道 老子 把道分成 两部分 上面这个叫常道 这个叫非常道 我大学 是学工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很多 科学的名词 来引证老子 讲的话 科学越发达 如果老子的话 越臭 那就算了 他越对 因为这个就叫做绝对宇宙 或者叫反宇宙 有物资 就有反物资 有宇宙 就有反宇宙 老子当年就说 有一个道 叫做常道 它是圆满的 有一个道 叫做非常道 它不可能是圆满的 我想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本来是在这里的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它是绝对光明 绝对自由 绝对平等 但是呢 你一起心动念 它就掉下来了 就堕入封城 所以你没有出生以前 你是一切圆满的 你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可是你一旦出生以后 你就不平等了 这个跟西方的观念 有点不同 西方说 人是生而平等 中文告诉你 你没有出生以前 大家都平等 你死了以后 大家都平等 就是活着这一段 它不平等 这才是事实 这中国人讲的是事实 你要平等 舍得再说 活着 就是不平等 答案是什么 太简单了 就是爸爸不一样 所以现在 流行一句话说 要我换爸爸 不可能 你换他干什么 那么好的爸爸 你还换 权贵无罪 富贵无罪 是你怎么去用 这才是罪 所以大家慢慢听出来 除了人以外 其他一切无罪 一切无罪 你的食物好不好 没有什么好不好 你吃多的也不好 你吃少也不好 是你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所以你说 富贵不仁 问题在不仁 不在富贵 富贵本身一点没有问题 是不仁才出的问题 我们 以起心动念 马上堕落封城 可以不可以证明 当然可以证明 你看各位 现在坐在这里 对不对 只要你有一个念头出来 用明亮话讲 你最清楚 不然找啊 你就找了 你就一看 走了走了 他就出去了 你在这里 一起心动念就下来 为什么下来 因为你有分别心 你开始有分别心 这样各位才知道 人类最可怕的 就是分别心 在这里 你没有分别心 只有没有分别心 才会绝对自由 绝对平等 绝对光明 一旦有了分别心 你马上掉落 它是个椭圆形的 就告诉你 不圆满 没有一个人是圆满的 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 怎么会圆满 有了分别心 马上产生自私心 你没有分别 怎么会自私呢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还有什么自私呢 这是我的 那我就这样 少要求多 多 还要求更多 还要求更好 那就麻烦了 贪婪性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记住 只要你能够呼吸 只要你活着 只要你还需要吃饭 你只能享有相对的光明 相对的自由 相对的平等 人类最大的苦恼 就是你在这里 但是心在那里 只要你回归到这里 说我现在只要活着 我就不要去梦想 我是绝对自由 其实什么叫做自由 自由是指 你对你自己有自由 你对别人是没有自由的 我爱吃 我就多吃一点 我不想吃 我就想不吃 你的自由 我想看出 我就看出 我不看 我就不看 你的自由 可是你一踏出外面 你到了社会上 你完全没有自由 你什么自由 我们现在误会了自由 你说你有自由 那你现在就搬到美国去住 试试看 连进都进不去 还有什么自由 人民有迁徙的自由 没有 人民有言论的自由 一简就被抓去 自由是你对你自己 内心有从而的自由 现在我们把它误解到 我在社会上 我有自由 没有错 你有自由 那叫做有限制的自由 非常小的自由 叫做相对自由 那是非常道 所以你看 凡是可以说出来的东西 都是非常的东西 不是常道 都不是常道 常道是不可说 这样大家才能够了解 佛为什么告诉你 不可说 不可说 因为只有我知道 你们都不知道 相对宇宙跟绝对宇宙 它的不同 在一个是圆满的 一个是有缺陷的 人就是要修这个缺陷 所以叫修缘 修缘就是回老家 所以我常常劝人 不要太急 慢慢修 对不对 一修完就回去了 麻烦得很 所以为什么叫贵心 你看米南话叫贵心 这人贵心 就你在这里是有身体 这里是没有身体的 这个身体被你用过了 就回去了 所以叫做贵心 贵心如果写字是过身 身体的身 我这辈子用这个身体 用过了 我就丢掉了 我不要了 我就回去了 人类最怕的就是你将来回不去 有太多人是回不去的 所以回家是安全的道路 但是太多人是回不了家的 我这张是特别告诉各位 平常我们看到回家是安全的道路 我们所想的太浅了 因为说坐过空气车没有出事 那就叫回家是安全的道路 其实不是这样 为什么叫临终的关怀 因为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死 所以你想到死就会害怕 一害怕就紧张 一紧张就慌乱 慌乱你的思绪就不安 所以当你灵魂出去的时候 你就惨了 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这是人类最后最可怕的一点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想得到你的灵魂 我现在请问你 谁最喜欢得到你的灵魂 就是石头 所以你不要小看石头 因为石头如果吸了一个人的灵魂 他马上升格 叫做九套公 马上有人拜他 对不对 他吸不到人的灵魂 他一杯是当石头 可是他灵魂是很重要的一个 人活着就是你有身体 死了只是灵魂会回去 但是你万一走到旁边去 你就回不了他 这个老子道德经里面 其实都有跟我们分析 只不过长期以来 大家都从字面上去解释 所以没有得到真正的内容 我倒是劝各位 注意这两个字叫做偏道 人为什么会跌入红尘 因为你有偏道的倾向 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出生 你就有偏道的倾向 前几天 有一个人跟我讲 他说他的小孩子 才小五 他打他一下 他儿子就问他 爸爸 你打我 请给我一个理由 好像律师的口吻一样 对不对 请给我一个理由 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被他小孩吓一跳 因为他回想 当年他爸爸打他的时候 是毫无理由的 他也不敢问 他怎么敢问 什么理由 怎么小就变成这样了 偏道 所有奇形怪状的 都是偏道 当你没有偏道的时候 你又喜欢装神弄鬼 太多的人 喜欢装神弄鬼 才把神佛搞得 你看他都不说话了 你听到佛说话没有 他不说话 他为什么不说话 被人气死 还说话 看到你们就烦 还说话 你慢慢去体会这些事情 神佛不是不想说 而是他几乎无话可说的 你看释迦摩尼佛 都准备要退休了嘛 对不对 他现在都说 弥勒佛 你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来啊 我要退了 我搞了两千多年 烦死了 其实神佛是很可亲的 你随时可以跟他沟通 随时跟他谈天 神明跟装神弄鬼 这两个大家要去想一想 天理跟偏道 大家要好好想一想 高速公路 有他的 有他的很多限制 可是你偏要这样 你偏要进进退退 偏道 我们只要认识三点 我们就知道怎么修了 第一点 我们是从圆满 掉到不圆满的地方 这是我们自己 找来的麻烦 我们不能推卸责任 我们这辈子 就是要修制 那个修就是修改 修制 修正 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 一些偏道 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每一个人 所带来的偏道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个人修个人的 没有统一的标准 没有统一的功课 这一点在老子 道德里面 是讲得非常清楚 天下 不应该有统一的标准 因为每个人 所需要的不一样 你所带来的偏道 是不相同的 但是 天理是相同的 所以你就要 向天理去修 所以中国人一开始 就说什么 你看美人话 这个人 我告诉你 没有天龙 我们最欺的摸天龙 我们把天理跟良心 是连在一起的 天理就是良心 良心就是天理 那每个人都通的 只是你要把他觉得 你骗你自己 这样各位才知道 孔子老告诉我们 不要骗自己 因为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骗自己 你看这些话 闺南话 整天都在讲 你连自己就在骗 无知调骗别人 骗自己 这些话外国人 真的都听不懂 都听不懂 那我们的智慧 绝对比他们超超前的 无知调骗鸡 骗自己 你只要不骗你自己 你就不会去骗隔壁 你怎么骗隔壁 你骗隔壁 就是骗自己说 我可以骗得过 最后被抓去才知道 骗不过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人心唯唯 道心唯唯 大道 致简 就是道心 它很唯细 但是它很简朴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一句话 到底是知难行义 还是知意行乃 我很少要大家举手 很少 老朋友都知道 老朋友都知道底细了 赞成 知难行义的 请举个手看看 很好 赞成知意行乃的 请举个手看看 更多 可见我们现在都慢慢偏西方 西方的学问 是知难行义 因为他们的学问 搞得很复杂 那你学会了 你就变成很简单 你看你要学 摆个电视 怎么样修理 很复杂 跟你学会很简单 乱下就好了 中国的道理 刚好相反 知意行乃 所以不要以为说 学问真的是知难行义 你看我们所讲道理 就是非常简单 你都听得懂 但是做不到 所以做人要守规矩 我怎么不知道 知道就知道 知道了 对不对 做人要讲信用 我怎么不知道 大家也知道 知道就没法理 这个完全不一样 最先道理都切成一半 有的东西是知意行乃 有的东西是知难行义 大概智慧方面的东西 都是知意行乃 因为他讲来讲去 就那几句话 你看老子五千字 把所有事情都讲光了 你要他多写一张 写不出来 所以赶快溜 写完 都写农家的家 可是你看 几千年 大家都还搞不清楚 他在讲什么 西方不是 西方他分析又分析 搞半天 那你感觉很烦 但是你一定要懂了 那很容易 我在这里告诉各位 天底下事情 一定是一阴一阳之味道 他两个要同时存在的 人定圣天 天定圣人 他是同时存在 但我们现在做学问都把它分开来 这是错误的 道可 道非 常道 不要偏离这东西 一偏离就糟糕了 道心 他很维系 很小 所以老子告诉我们 所有大都是从小来 你看你走一百里路 你从第一步交接 那个第一步很重要 不是第一步不重要 你没有跨出第一步 你什么都没有 你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最后走到一百里 违系的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说大的才重要 老子说完 道可道 非常道 他的意思是要把道破掉 大家要认识老子 你要知道 他是爆破专家 他 知道说 复兮当年是无可奈何 才画像的 复兮绝对不是要我们看像 复兮他知道 宇宙有个道在 可是他没有文字 他也说不出这个话来 所以只好 退而求其次 画了个符号 那个符号就叫像 但是对中国影响太大了 而且是不好的影响 就让我们很直向 一看人先看就可能像 眉毛长生这样 不可音 那糟糕了 所以孔子才告诉你 人不可以冒像 你从这里 你还了解圣人讲的话 都不是随便讲的 你老看人家像 你回头看看自己的像嘛 对不对 我们经常讲这些话 但我没有去医会 在为什么讲这些话 直向不好 因为像它是变化的 所有像像都是随时在变化 太累了 他现在把道说出来以后 他又怕人家把道执着了 所以又破道 第二个破名 名和名 非常名 为什么 因为道就是个名 然后就开始很多人就告诉你 我是有道的 你要向我求道 然后用道来骗人 你看糟糕 中文国人你告诉他 像很重要 他是开始用像来骗你 你说道很重要 他就用道来骗你 你说名很重要 他就用名来骗你 你看现在很多人就开始用身心灵 然后讲了道半天 不知道再讲什么 名可名 非常名 为什么 因为当你想到人的时候 有人想到圣人 有人想到聪明人 有人想到神人 有人想到老实人 想到都不一样的人 当你想到杯子的时候 有人脑海里面出现的是个茶杯 有人是酒杯 有人是保温杯 有人他从来没有看过完整杯子 他一讲到杯子 就是破杯子 有啊 怎么没有 你说汽车 那更糟糕了 你看有的人 他只认识品牌汽车 其他那算汽车吗 那算什么汽车 有人说汽车是代步的 是什么牌子不重要 有人告诉你 汽车就是公共汽车 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那私家车 那为什么叫公共汽车 就是做酒就会生气 就叫汽车 大家一起生气 叫公共汽车 那有人他整天就跟报废汽车搞在一起的 要我去拉汽车 要报废了 坦白就想到报废 人难免主观 难免有成见 谁都免不了 想到天 你就想到天空 你就想到天老爷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你想到自然 你又想到盲人 都可能 所以我们今天很难 你看我们社会上 一代讲人要沟通 要产生沟通 但是我们都制造沟通的障碍 讲话当中 一定要带两个英文在里面 就是让你听不懂 那什么意思呢 道常无名 为什么叫道常无名呢 道本来不是无名 怎么会无名呢 只是无可名 你看西方道 现在还找不到道嘛 道 在西方叫做本体论 西方人一直在追究 本体论是什么 人 跟动物 如果没有共同的东西 人跟动物 怎么可以互动 不错啊 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了 你看基因 差的不多 差的很小 那下面那就很重要 就告诉你 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差 就差很多 那就是威 道心为威 你不要看它 占的成分很小 但是作用很大 万物有同源 否则我们无法卸调 无法共处 到底是什么 你看我们年轻时候 读书 说原子 所有人都说原子 很快原子就打破了 越来越打破 所以到现在 西方还不知道 本体是什么 还不知道 还在争 本体就一个 本体有好几个 到底是一个两个 还上一个 不知道 到今天没有定论 老子聪明了 老子说 什么叫本体 就是道 然后西方人说 是原子 我们就很高兴说 对 原子就是道 原子破了 说何子 对 何子就是道 他说一个 我们说一个 就是道 他说很多 很多就是道 都没有认识的 绝对对的 你慢慢去想这些事情 我们最近也经常在讨论 为什么中国的古代人 那么聪明 现代人怎么那么笨呢 我的答案是相反的 我读了老子的书以后 我才知道我们的想法 几乎都是错的 不是古代的人聪明 而是现代人不聪明 我们只要恢复聪明 我们跟他一样聪明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聪明呢 因为我们自己认为 知识很多 你就不聪明了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博士出来 都垂钵套牢 因为他满脑子都知识 这个不行 为什么 我们老师说过了 这个不行 我做过实验的 这个行不通 为什么 我上网看过了 然后一事无成 对不对 你那么有保护干什么 你学那么多干什么 你这样才了解 我们以后还介绍到 老子认为知识 就是人类社会的乱源 否则你根本无法了解 老子怎么那么神 道常无明 不是因为他无明 而是你不知道他是什么 我们现在很容易 我们现在学过代数 我们就知道了 老子当年是这样 社 X 就是本体 然后他假设 X就等于到 于是他写了5000字 证明 宇宙的本体 果然是到 他就完成了 现在写论文就是这样 不然怎么写的 反正我假设他是到 到今天为止 没有人能够违反他 要不然你提出来 说我讲的不对 你提出来 提不出来 到今天为止 科学再发达 我们无法否认到 我顺便提一下 基督教也告诉你 太初有道 可见这个道 是共同的认识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呢 中国人 肢结跟道通 我们拿天地 做道的代言人 所以我们没有宗教 我们是没有宗教的 西方人 他是以宗教为代言人 他才在这里而已 他透过宗教的教主 然后去认识道 我们肢结通过天地 就进入道 就差这么一点而已 你把这点搞通以后 我相信 你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可以叫出来的名 都不是永久不变的名 你看我们现在 一会就变一个名字 一会就变一个名字 现在又出现一个叫做 小确信 这什么叫小确信 就是连麻雀都很信 所以叫小确信 那本来就已经勾不通了 你还知道这些障碍干什么呢 这很无聊的事情 就是大家没有希望了吗 只好这样问问嘛 可以叫出来的名 都不是永久不变的名 专业名词 就是要大家听不懂 才有机会变鬼变怪 对不对 说明书就写些 你看不懂的 你不知道没有 有效 你都看有效就差了 你看我们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学有素养 非常有专精的 他的专长是什么 就是我把他弄的政府检验 都检验不出来 最后把老板送到牢里面去 就是我的专长 那这样读书手的用 大家有没有 我们的学问被三位老先生 全部做光了 一个夫妻 一个孔子 一个老子 没了 我们现在不要想超过他们三个 不是我们不行 也不是他们行 而是我们怎么样 第一个进不下来 太急躁了 第二个 我们跟天不通 我们现在已经跟天不通 你看中文教人 通天 那还得了 欲望太多 但是我一讲到欲望 大家就想到 难道人可以没有欲望吗 那你就才不了解老子 老子所讲的欲望 跟我们现在所想的欲望 是不一样的 老子所讲的欲望 是你除了本人的需要以外 才叫欲望 我要吃饭就不叫欲望 我要吃三尊海味 欲望 全世界的思想家 没有一个人要我们断欲 因为他做不到 你生存总要有本能 连动物都要求吃了 中文怎么可以不吃呢 超过那个标准 超标 今天叫超标 那就是欲望 所以我们这次真的希望大家好好的 把道德经原本的意识 把它挖掘出来 不要老在字面上打滚 一方面害自己 一方面害别人 这个的标点符号 各位一定要注意的 因为一般都是 表示两者同出而易明 两者是有跟无 老子不讲阴阳的 易经讲阴阳 那老子为什么不讲阴阳呢 是不是他想标新立意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我说得很清楚 老子跟孔子都在解释 傅希所讲的道理 所以他们想个是一样的 他们三个人是一样的 傅希 在无可奈何当中 画了六十四卦 老子有八卦就有六十四卦 八卦就是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就八卦 这两个是一样的 不要分开 孔子就开始讲 讲什么 讲太极以外的事情 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十六卦 三十二卦 六十四卦 老子没有 老子说有的部分 我就讲完 我来讲无的部分 你能画最清楚 你都说有的 我转说无的 我转说无的 老子一头钻进去 就在太极里面 他告诉你 太极怎么能够生两一 我觉得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 一怎么能生二 全世界都在兜这个圈子 二生四四生八很容易 懂 只要一生二 解决了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那叫本体 本体就是最根本的那个原因 你只要能够突破 一怎么能变二 后面的问题 自然就解决了 不是老在后面扯扯扯半天 根本问题 避而不谈 那完了 老子一头钻到太极里面去 他告诉你 太极里面 一部分叫有 一部分叫无 有无 出来以后才产生阴阳 你看 长道跟非常道 他同样是道 都在道里面 道里面 有长道 也有非常道 所以小偷 也在走道的路 这样我们才知道 道亦有道 不是说你小偷 你就不懂得道 怎么会道 他说我一直在走啊 我走得清清楚楚啊 你们不抓我 我是小偷啊 就是你抓我 我才把我当你小偷啊 这样也很厉害的 所以老子告诉我 圣人不死 大道不死 因为你有圣人专门要抓我嘛 所以我就专门要跟你找段 你不抓我 我找段干什么 我偷我的东西 你做你的圣人 我们两个不相反 你整天要抓我 我就天天找你的单 老子讲 社会上的坏人 都是好人引出来的 没有好人就没有坏人 没有坏人 这一段你也要把道德经里面 特地搞清楚 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些 饥饿如仇啊 是非分明啊 我们真的都不是很 恰到好处的一个分辨 不是 不是不分 而且分的恰到好处 很难 是两者同 标点在这里 有跟无是相同的 因跟阳是相同的 西方人很难接受这样 所以他们读到最后还是读不通 西方人说 因就是阴 阳就是阳 你少啰嗦 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 对就是对 不对就不对 人类现在受这个害太严重了 叫做二分法 二分法是人类最大的问题所在 但是我们现在教育就在叫二分法 就是庄子所讲的 道为天下烈 撕裂的真理 中文告诉你 无就是有 有就是无 所以无啦无啦 就是有 你有意见吗 无无无 绝对有 没说没 这个中文很清楚的 所以大家从实际生活里体验了 我们受孔子的影响 只是在应付考试 我们真正生活里面全都是老子 所以 你才会听到 个老子的 我就是老子嘛 老子对我们影响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吃两者同 出而一名 只是他从里面出来以后 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而已 千万记住 有很快会变无 无很快就会生有 所以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喜欢 也最擅长无中神有的民族 你看我们所有东西都是无中神有出来的 这很有意思 同样是道 常道跟非常道是相同的 只是称呼不同 喊出不一样的名称 这也就是 易经告诉文 一阴一阳之味道 所以我这里要讲一句话 从古到现在 以至到未来未来 只要人类存在 你所做的学问 离不开这句话 一阴一阳之味道 从现在开始 记住 看到看得见的 赶快去看那个看不见的 你听一遍的话 赶快要听另外一遍的话 否真你没有把它摆平 你摆不平就错了 就变道了 你看太极 神两仪 太极就叫道 两仪就是常道 跟非常道 而常道非常道 都在道里面 人 有的人 抬头见神 有的人 俯视见鬼 这样各位才知道 我们骂人都说 见鬼 就是你为什么不看神呢 你老见鬼看什么 人其实是神鬼的混合体 肚子一上神 肚子一下鬼 反正肚子一下所做的事情 都是鬼 一肚子鬼 中国话 那个讲得最早 你第一肚子鬼 你搞什么东西 上面平良心就叫神 我们经常 平良心的时候 就是高火灶 想到肚子 就是高巴豆 我们经常在这里 就是一回这样 一回那样 一回到了绝对宇宙 一回又降到相对宇宙 整天就这样 呼啊呼啊 所以叫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叫做什么 天人交战 天人交战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天人交战 但是因为众心的关系 有众心引力嘛 所以我们多半是鬼 偶尔才是神 所以这个神很重要 难得你神了 赶快要抓住 否则又变鬼了 人心善变 喜欢装神弄鬼 千万记住 我们的社会 就是被装神弄鬼 搞得一塌糊涂 老子 他是破鬼神的 老子说了道 赶快破道 说了明 赶快破明 说有就破有 说无就破无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一执着 你就照顾不了两边 要么朝一阴的走 要么朝阳的走 你就走极端 你把人看成完全好的 所有人都骗你 你把人看成坏的 所有人都害你 最后你就倒霉了 你看他是神 他心里想 好不容易有人刚当我是神 我不骗你 我骗谁啊 你把人当是鬼 地当是鬼 我就抓你就好了 我要抓别人 所以你心里 有这个东西 你就糟糕了 但偏偏我们心里 又经常念头很多 老子告诉我们 人类的烦恼 世界上的不平 都是因为有的关系 假的 什么都没有的 你真什么 你什么好争的 什么都没有的 你什么好斗的 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好愿的 但是我们离不开有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我们所有的罪恶 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 你没有身体 你不会生病的 你怎么生病的 你没有身体 不会觉得肚子饿啊 你没有身体 不会觉得没有样子啊 你什么都不会的 但是他讲完这句话 马上又讲 如果你没有身体 你想做好事 也做不了 这是一阴一阳之味道 两边想一想 不要管想一面 我们现在都是管想一遍 叫一厢情愿 一厢情愿是 没有办法面对事实的 因为他都是变来变去 阴变阳 阳变阴 一会阴一会阳 他随时才变了 人心善变 如果知道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你就不敢装神弄鬼 人生的规律 只有一条 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是什么 你要为你的言行 负起百分之百的责任 推脱不了 所以很多人解释中国人 说中国很依赖别人啊 很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啊 这些都是从负面去看 正面的道理已经告诉你很清楚了 我用闽南话说 我为什么常常用闽南话说 因为这是我们的母语 你一听 你一辈子 不会忘记 因为这都在你脑海里面 都在你脑海里面 都在你自己做行 都在你自己做行 下面是结论 不要抗拒 你三个字就讲完了 抗拒 有什么语言 我抗拒 因为我们一做行 我也是你 没例外 我也是你 没人两个 这七三 我们经常讲这句话 那就是违反天道 违反天道 一切一切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不冤天 不由人 你现在这种状态 就是你近二四年 所造成的 跟别人一点关系 怎么样 人家想害 害不了你 人家想帮你 帮不了你 他怎么帮得到你 你不想吃饭 他有什么办法 他一点办法没有 你吃的不消化 他也没办法 他有什么办法 医生如果是神 如果那么了不起 那医生就不会死得那么早 你看现在很多病人 去找医生说 哎呀 糟糕 看我的医生又走了 医生都比病人早走 这很奇怪 因为就有 那个年龄的统计 我去看一个医生 那个医生说 我时间差不多了 我说你怎么讲的话 他说我根据我们医生的 平均年龄 我大概再过两年 这两年之后 算你幸运之后 你找别人 因为你天天跟病人扯在一起 你这样的环境不是很好 为什么叫做抬头三尺有神明 就是因为这个比法律还重要 法律 是什么 我只要想办法 不让你抓住 就行 这一点是我们对法律 应对的最好的方法 你看美国人 政府要立什么法 他会抗争 我不让你通过这个法 我不用你这个法 你政府少管 但是一旦通过法 他就照普通 这是他们的民族性 所以他们实施法制非常简单 中文不是这样 中文你要另一个法 你怎么办 为什么 我讲也没用 我讲什么用 与其没有用 我就不讲了 那我怎么办 你立什么法 我都没关系 我只想一个 告诉你 我你了解就好了 中文重点是 在你立的法 我让你抓不住就好了 至于你立法怎么样 你的事 我不管 我根本不管 所以外国人他很清楚 我闯后认识我错 你罚款 我让你罚 中文很少这样 中文一闯后认被抓住 他就怪警察 喂 你要抓我可以啊 你要公开站站地抓我 躲起来干什么 我就是没有看到你 我在床呢 我看到你 我会床吗 这样也哭哭哭 最后没有办法 那多少 五百 拿去买 中文最厉害就是这个 你罚我怎么样 会不会变 不会变 为什么会变的人都气死了 因为民族性没有所谓好坏 这文化的基因他不会改 我倒问你为什么不会改 为什么 因为如果改了全世界都搞成一样的话 就没有一样一样了 就没有互动 没有互动人类就灭绝了 所以坏人是维持人类的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这一段其实老子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没有坏人你怎么知道你是好人 那大家都学习 好啊 怎么会知道 都是有坏人 我讲 嗯 我能算好人 这一段很少人讲到这样 他里面讲得很绝的 我们 讲到这里 我们应该回想自己 我们一天到晚都在 这两个空间来回 这个叫畜神 叫恍神 因为毕竟我们是心心恋恋 要回去的 人都知道你一出生就面临要回家的 这个命运 这是谁都跑不掉的 我们一生一世只想怎么样 这就牵涉到人类人生最后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那一句话 安全回老家 安全回老家 我们把它说短成四个字 叫做求得好死 一出生 我们就应该求得好死 所以中国人骂人骂得最难听 这个家伙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那你全攻进去 你有多大的事业 不得好死 完了 最近有些人 大家都看到了 有那么多钱干什么 不得好死 就完了 你有多大的权势 只要你不得好死 你也完了 历史就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而已 同样要回老家 有的人顺顺利利的 那叫什么 叫做心安理得的回老家 善称 这一定是得道高人 老家 得道高人 要回去的前七天 他会知道 就会跟家里面讲 讲 我快要走了 我这辈子也很满足了 你们好好 各自为之 我们有一间 那走了 你看曾国藩就这样 曾国藩 他儿子陪他在庭院里面散步 他突然感到脚很麻 他才几岁 才六十二岁 他就跟他儿子讲 扶我进去坐一坐 他进去坐个十五分钟 走了 心安理得 毫无亏章 难啊 知道很容易啊 做起来难 为什么难 这个对面就说 人都知道自己迟早会死 但是老天就不让我们知道 到底什么时候 你讲清楚一点吧 他不跟你讲 你想死 潘心里好像 你想死就有人死啊 偏不然你死 你不想死 你不想死 我就叫你死 这非常有意思 就告诉你 你时时刻刻 你都要做死的准备 所以你就不能乱来 如果你说我还有三四年 赶快做点坏事 趁现在做 最后十年才在修啊 你看很多人就这样啊 但是我今天透露一个天庭的秘密 没有将功折罪 最会是 我们的守护神啊 白点就是白点 黑点就是黑点 他第一个不会土改 第二个不会说 两个对底消掉消掉 不会 功过不能对底的 我这是有证据的 就是三毛 他的父亲过世以后 三毛跟他爸爸 同信 我是看过那个的 他告诉你 绝对宇宙 跟相对宇宙 有三个最大的不同 第一个 是非功过 不能相敌 你做错了 到时候你乖乖受罚 你要心安理的受罚 因为你逃不掉啊 你的好处 老天绝不会 错事的 一定给你 他很公正 他不会在里 搞七搞八 他不会 因为老子也讲了 天道是无亲的 他没有亲戚朋友 没有什么好坏 没有 他一直动人 第二个很重要啊 白点 并不在乎 你钱多少 三千块 也是一个白点 我出十块 还是一个白点 否则王永庆就第一个爬最高的 我出三千万 糟糕了 他赚住了 我们没有用 三千万 跟一块钱一样 你一栋三链 一个白点 一栋二链 一个黑点 这个 不以善小而不为 所以大家慢慢就知道 要捐三千块 分一百次捐好了 一百点 但是那样 又变成虚伪 一个大黑点 最后一个是更 让我们要小心的 就是说 你平时所做的事情 要记住 你可能永远是最后一天的前一天 你来不及不就 所以要提前留下 你可以补过 善补过的时间 那就是什么 人生如离深渊 如离薄冰 天天准备 我要来得及 好死 不要一做错的坏事 那再来 来不及 就这么简单 我们每次想到老实人的时候 都觉得老实人很吃亏 为什么 因为我们老受聪明了的气 老上聪明人的荡 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 因为老子一直告诉我们 反者道之动 任何事情你要反过来想 为什么 我们就是反回 反回绝对宇宙 一个人亲民的时候 就是反回宇宙 一到相对宇宙 你就糊里糊涂了 老实人 他虽然被聪明人欺负 但是他专门吃老天爷 那不是很愉快吗 你看老子怎么讲呢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什么叫除狗 就是用那个草 编炸的一些祭品 我们要祭拜天地 祭拜祖先的时候 在祭拜之前 那个祭品是非常重要的 谁都不能乱动 可是祭拜完了 随便乱丢 今天的话叫做一次性 用一次用完就丢了 圣人不能 以百姓为出口 这两句话 就是天人之间的对话 是天人之间的对话